大家好,我是西雷 前面我的化妝師 她說你怎麼皮膚變得那麼的 就是真的比較光滑 她說這個少,我說沒有啊 就是一樣,我說 因為我之前最近做了皮尿 所以有可能 比較光滑,明亮,還有我的忙 我幫忙比較細一點 因為之前都沒有嘗試過 跟體驗過皮尿的要求 那是什麼樣的機會 跟德國超過皮尿 有這樣的合作的想法 她沒有接觸我 那一開始我也想說皮尿 我可以試試看 接觸了解之後 因為她是非進入性的 所以比較適合我 那你在這個體驗之前 醫生有沒有告訴你 有一些術前的準備 盡量避免過度的暴晒 然後如果皮膚過濾的話 就是你如果在體驗單天 先不要去做 那之後當然就是保濕 跟防曬是非常重要的 對我來說其實蠻簡單 因為我平常就滿足這種防曬 對,那當然體驗過 德國超過激皮尿之後 對於你來說 在保養這個想法上 會不會有什麼全新的想法 真的,後來我發現 其實除了我平常的 像基本做臉 一些保養 我覺得這是我可能 真的是可以搶濕的 對,而且可以 可能一個月 一兩個月做一次 讓我的 其實我在意的是我的毛細胞 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而且因為她的這個 不管是她有這個 超微小的光點 我們很多很細小的地方 都可以很精準 而且各種安全 各種效率的完成 來,非常謝謝希臘 今天帶著我 德國超過激皮尿正眼 謝謝 謝謝